我們看題目 三角形ABC當中 他給你角A比角B比角C的角度是1比3比8 那他給你其中的長度AB等於3 那他現在要求BC角A角C跟邊長的比 好那這邊我先畫一個三角形ABC-圖 我這邊不是照比例喔 我只是示意圖簡單畫而已 我不是照他的角度完全沒有 照題目來說他知道角度的比例是1比3比8 那是不是內角合180 我就可以把它通用1等分、3等分、8等分 來把這三個角找出來 所以這邊角A、角B、角C的話 我們把它處理12等分以後 1等分15分別是1等分、3等分跟8等分 所以15乘1、15乘3、15乘8、15乘120 示意圖應該是先簡單來寫出來 然後還有目前知道AB等於3 那我目前一致這個條件大概示意圖是這樣 然後他要求三邊長 另外兩邊的長度啦還有角度 所以角度目前知道了 那我現在就可以 利用正前定理把另外兩邊算出來 正前定理的話是指 邊比上角的Sine值 所以A比SineA等於B比SineB 比上C比SineC 會是一樣的 定理大概簡單的介紹一下 那我們把目前的值代入 這時候三邊的話分別是 是-3比Sine140 然後呢 AAC比Sine45度 AAC比Sine45度 還有BC比Sine45度 BC比Sine45度 所以變成說 我們的值 AC跟BC就可以求出來 那AC的話我們看這個邊 是不是變成說 AC我們把Sine45度乘過去到分子 是不是就可以把AC繳出來了 Sine45度是2分之2 那Sine120分之3 然後我們上下都乘以2 把他的反分數 都給消掉 然後 跟號3是不是跟這個約掉 所以我們算出來 我們的值剩下 跟號2 所以AC等於跟號2 所以A選項是正確的 那同樣的話 B也是一樣 我們把這段跟這段寫下來 就變成 -3除以Sine120度 會等於BC比Sine45度 一樣把Sine45度乘過去 當這邊的分子 乘過去 那我的BC就求出來 會變成 -3乘上Sine15度 除以Sine120 好我們把Sine15度 題目給的 4分之6 -2代入 然後Sine125 4分之3代入 那這邊的話 有個反分數 一樣我們慢慢消 那先處理這個 -3跟-3可以約 然後分數的分母 跟這邊的分數分母 可以同乘以4 我們把它消掉 消完以後 整個分數 是不是只有2 在分母留下來 上面還有 -6-2 所以我們B 求出來 那這個B的話 很明顯 選項B是不對的 發掉 那我們看選項C 選項C要問角A是15度 是吧 是不是這邊很明確15度 所以C選項是正確的 那它說角C是120度 所以這120度 沒有問題 一開始就求出來了 所以豬也是對的 然後最後要問三邊的比例 其實我們目前已經知道三邊的長度了 分別是多少 是不是 2 還有一個是 2 一個是2分6-2 所以很明顯的話 應該是2比2 應該有1比1的問題 這邊是很明顯沒有 所以其實這個直接 1選項可以刪掉 所以這題選項正確的答案 是 A C 還有豬 A C豬三個 OK